這個弄完估計也十二點 估計弄完就可以打到暖到暖到暖到可以睡覺了真好 呵呵 好歡迎回來我們的炉石戰 我的椅子是不是好矮 我們今天要拿一個很假掰的筆 歡迎回來炉石戰記觀眾 新觀眾投稿的第六集 本集的主題是寶可夢周 我們有設定一個小小的範圍 為了讓大家有一點創作方向 我們這次的創作主題呢 是請你皮卡 明珍彈皮卡丘裡面出現的寶可夢形象創造卡片 也就是你不能 也就是你不能把那個 150、250、350、350到最後751隨便做 你不能隨便做一隻神奇寶貝 或者叫精靈寶可夢 原因是 我不知道 呵呵呵 我不知道的意思是 我不知道那麼多神奇寶貝 呵呵呵 我的認識範圍只到151 而已了 對 甚至連151可能都沒有 都已經記不清楚了這樣 然後到了 到了251或351的時候 我就已經覺得這世界已經跟我不認識 就是不認識 這樣了解了嗎 呵呵呵呵 對 所以為了避免我們會出現比較大的疲漏 我知道 電影裡面有出現不是151的 什麼人蛙之類的 但 但我沒接到要進去打踢進去了 我是個廢材 呵呵 對 所以 沒有 但我們要去打 啊 天啊 我禮拜六還要打 不是 那個 不是我們先故事不了遠 反正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的故事就是這樣子 但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還沒有看過電影 啊 所以 今天會有許多的爆雷梗 希望這些做卡片的人有負責做解釋 不然會尷尬 因為我還沒看過 我只看了皮卡丘跳舞一個小時二十分鐘而已 對 那 我隨便啦 反正我已經知道這故事裡面最大的轉折了 就是他 其實 然後 變成了 所以他才 這樣 這樣 我說完了 呵呵呵呵呵 啊 這樣懂了嗎 我講得很間接了 欸 欸 欸 就是這件事情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對我已經沒差了 呵呵呵呵呵 啊 如果你已經看完電影了 我已經講了很 很 很 很能理解了 就這樣了 如果你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那你就是看過了 就這樣 好 那個 如果你已經 你還沒有 對我們 我標題有寫這個 請小心爆雷 啊 我沒有做爆雷暗示了 所以請小心這件事情 就這樣 對 好 開始了 好 好 這邊 從零開始了 各位同學 好 第一個 幹 這個根本就是 又是不得 沒得平的這種東西 四眼角色舞 對戰開始 戰遊戲 不論勝敗 雙方都會計算一勝場 不影響階級星數 蛤 呵呵呵 才在哪裡啊 幹 呵呵呵 屁啦 我剛剛什麼都沒有講欸 怎麼可能知道 媽的 呵呵 我覺得我剛剛 什麼都沒有講啊 我講的是最後大丈夫的啦 阿這樣會保連勝嗎 不會嘛 這就是什麼都不管 對不影響階級 不影響星數啊 哦會賺十塊 啊 哈哈 噢吼吼吼吼吼吼!! 好igh 哦 根這個每日殺手欸這個還蠻厲害的 對 但我相信這跟電影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我們還是剛跳過這個吧 這個就是每一期固定的只要發一個新題目 就會有人 發一個新的這個樣子 所以大家要接受這一點 就每次新題目的第一張都絕對跟這個玩意還有關係 永遠不會 幾乎沒有缺席 誒幹 缺席了 媽 第五期就缺席了 第五期是沒做好 對 你看 第三第四期也是幹這個東西 唉唉唉唉唉唉 第三期是嗎 第三期是那個喔 喔 第三期也不是耶 他是不是沒趕上啊 第三期是不是太精采了 還沒趕掉 反正好幾期都會發生一些 就是你會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這個 這個 人出現在一些很熟悉的地方 你這樣瞭解一下喔 對 大概是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們下一期的主題就是請做一張 跟高雄市長沒有關係的考驗 呵呵呵呵 喔 好難喔 好 下一個 四點驕傲 名偵探偷跑丘 將對手排隊最上面的一張牌 複製並放到你的手中 隨後對手排隊重新洗 蛤 那不就是幹對手一張牌喔 這不就是半套思想誰 喔 有人追隨 這就是半套的思想竊取不是嗎 跟台北市長 呵呵呵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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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對啊 這不就是半半 就是戰吼袋一半的思想竊取嗎 反正排庫頂那張牌是什麼 差異可能不大吧 對啊思想竊取啊 思想竊取 思想竊取 你有洗牌跟沒有洗牌是差不了多少的 因為現在我們很少控 不是我們幾乎沒有控牌物頂的效果 幹也沒有占卜吧 他不是發現 他不是隨便拿一張嗎 底下有解釋 對所以 所以沒有差 他就是思想竊取啊 你以為你偷跑成功 然而並沒有 蛤 對對對 他只是想要做一個 假裝洗的對手 這個 這個一件事情 知道對手下一張 幹想想也沒有什麼差別啊 知道對手下一張會有差別嗎 一點點 這個就是那個啊 那個那個發大財 摩天輪啊 摩天輪這樣 四眼交流 帶半套思想竊取 好像還是有點強欸 用那個工程師 不過你是傳說啊 反正隨便 傳說說不定可以做435 哇靠 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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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幹都差不多 沒有 如果以傳說等級是差不多 因為這個比較的是那個啊 工程師抽牌 地金工程師抽牌那一張啊 對 不過他是傳說的話 就這樣吧 25是皮卡丘的編號 哇靠 太難了吧 哇靠 太難了吧 現在連這個都要做在彩蛋裡面了 哇 算你厲害 下一個 胖丁 戰吼讓一個手下休眠 死亡之聲喚醒被休眠的手下 之後對他造成 欸 對誰造 對他造成5點傷害 對他造成5點傷害 對他造成5點傷害應該是指 被休眠那一隻造成5點傷害吧 那你這個怎麼很像那個啊 失敗的頭彈手啊 喔要被解掉 如果被回首就沒差了 喔喔被回首會永久解欸 哇幹 好像有點可以幹大事 這個西歐等級可能要高一點對不對 這個西歐等級可能要做高一點 因為他比 因為我會拿去比 也就是那個嘛 一般的 封squat啊 就是一般的頭彈小隊 喔幹 好強喔 幹 照樣可以幹很多大事欸 挖操 這個有點強 這個數值是我覺得可以接受的 就是 要綁一些比較廢的職業 像牧師 他綁牧師 他現在基底是做牧師嘛 看這個白白的 對 他如果綁定綁牧師的話 我覺得可以接受 然後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他可以做配一些 他基本不能給回首職啊 就不能給賊或什麼 不然這樣會變超強單截啊 會直接出大事 對 然後 他綁一些自己 自己 要額外帶 就是 自己要額外付沉默 或是什麼 效果的牌 的職業 我覺得是比較好的 是的確不錯的 所以對綁牧師而言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理解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可以 對 然後稀有度要比頭彈小隊高 稀有度可能要 頭彈小隊是什麼 頭彈小隊是史詩嗎 就是包包博士的老婆 可能要 就要有 要有 史詩等級 你可以廢一個人的話 沒有 沒有 這個是那個啊 我以為他做的是大亂鬥的梗 任天堂大亂鬥 任天堂大亂鬥 任天堂大亂鬥不是睡嗎 然後起來的時候會砸他 不是嗎 欸 是嗎 是醒來會傷害還是 倒的時候會傷害 幹 完了 我們沒有打大亂鬥 想想這禮拜六還要去阿布雷的活動 幹 我的媽是個廢人 喔 睡只有睡 喔 那好難阿 這個 這個還行阿 我覺得還可以 畢竟我對這個 外星生物的理解 差不多也是這樣 下面一位 找不到電影裡比較好看的圖 所以用原裝應該沒有關係 唉唷 贏錯了 另外如果有兩張卡 都會移除普通金樑之類的 心態炸裂可打壓 發現對手排隊中的三張牌 選擇一張並將其移除 除此對戰 喔 腦切耶 哇靠 呵呵 咿~~~ 咿~~~ 好像有點厲害 幹 五點叫一三的腦切啊 發現三張牌 選一張牌切掉 他就是比較強的 喔不是不是比較強的單水 搶很多的單水 喔不是 搶很多的吸血滴姬 因為吸血滴姬沒得選 這玩家有得選欸 然後如果是兩 他說他這裡有說 如果是兩張牌 兩張牌都會被切掉 就普通或 就是傳說以下等級 哇靠噢 一 二 有點厲害 這個挺厲害的 我不知道切的要不要給對手知道 就他可以做動畫 讓對手知道或不知道 但不論是哪一個 這個可以切別人 幹 是蠻屌的一張牌 自己有的也會被切掉 喔自己有也會被切掉 那可能在平衡上面可能好一點 對也比較符合可達亞的個性這樣 就身為一個 體我不分 想雷誰就雷誰的角色 這個雙切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那下一個問題 可達亞的號碼是 可達亞的號碼是 13號 51號還是 53號 呵呵呵呵 還是跟可達亞沒有關係這樣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就類似啊 就是那這種就是腦切牌啊 腦切就是 含 Magic 的腦切是含排名 或者是墳場要有才能切 就現在是這個 513號 呵呵呵 嗯 如果是手下 本身在場上會消失嗎 幹 不會吧 吧 應該不會吧 呵呵呵 就在場上已經打出了就算啦 只檢查手牌跟排庫 下一個 有抓過就知道 一顆球定勝負 有夠難收服的凱西 兩點叫四次嘲諷 在你回合開始 將這個手下起路排... 喔~~~ 哇~~ 哇~~好棒喔 哇幹第一個好凱西的設計出現了耶 哇操 幹真的是舊級吧耶 以前PDA 不是PDA 以前GBA遇到的就是如果你沒有接睡招 媽的直接變別人了 下一個問題就是 凱西有沒有在 下一個問題就是 凱西有沒有在電影中出現 如果沒有這樣就很尷尬了 我們題目有要求 我們題目有要求到這個啊 呵呵呵呵呵 啊~~ 哇~~怎麼辦 我們只能給你一個特別獎了 沒有我們上網查一下 說不定 說不定他在背景有出現過啊 你想不到吧 我來看一下 啊~~ 妙娃種子 妙娃花花小火龍 啊我現在直接開始爆了耶 小火龍 噴火龍 潛泥龜 水箭龜 鼻鼻鳥 大 皮卡丘 皮皮 胖丁 可達鴨 卡蒂狗 風速狗 怪力 嘟嘟 嘟嘟力 耿鬼 兒 巨前蟹 卡拉卡拉 大舌頭 魔牆 西盤魔 鯉魚王 暴鯉龍 百怨怪 伊布 火伊布 卡比獸 超夢 夢幻 小巨二 大力 貓頭 夜鷹 這傻小 呵呵呵呵呵 我已經開始不認識了 藏尾怪手 章魚桶 布魯紐拉 巨刺飛魚 電擊怪木手工 樂天合同 請駕王真殺小 吼爆彈列空座 土台龜 帝牙路卡 帕路奇亞 帕路奇亞是路奇亞嗎 卡爾宙斯 爬手毛 這哪裡的翻譯啊 差不多娃娃 爆炸頭 水牛 尼有巨人 電飛鼠 矛頭小鷹 勇士雄鷹 花貝貝 頑皮熊貓 流氓熊貓 萊希拉姆 傑克羅姆 電電蟲 賈赫冷蛙 花療環環 碎碎 打出包啊 沒有欸 欸~~~ 幹怎麼會投稿第一名的沒內容怎麼辦 我講過範圍要做151也是可以 好 可以 好 先送你一個茄子 下面一位 明偵探皮卡丘 這不是屁啦 這不是SONIC嗎 你不要騙我 無臉教零九 戰吼摧毀一隻黑色的 不 藍色的野獸 並獲得他的數值與票房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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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這個有指向性攻擊的嫌疑喔 幹這不是SONIC嗎? 而且那是野獸嗎 那不是外星人嗎 下面一位 欸~~~ 臭味至尊臭臭你 九點叫三一對全體手下釋放斧直樹 幹這不是那個嗎 九三一是日文諧音梗 對其他手下釋放斧... 對其他手下...對自己放也沒差啦 除非你沒有鼻子 不然你得聞一輩子的毒氣了 有點沒賺我覺得 呵呵呵 我覺得... 當然這個的另外一張是副本卡吧 對吧 就是怪的那個版本是副本卡吧 是一隻多少 四七體質啊 費用多少六四七嗎 還多少的那個 可是你今天換成法術他只要二費 然後你把它做成一隻怪要九費 叫三一我覺得怪怪的 你不如給他... 給他一個潛行這樣 就給他一個...給他一個... 稍微便宜一點 然後給他一點潛行 會強一點 不然他這樣... 便費... 不太嫌... 你想弄嫌疑我懂 但是這個...這張牌... 不太能執行 對...我覺得稍微有點可惜 因為我們還是要有一點那個嘛 還是要有一點...強度嘛 而且就連異境我覺得都... 我覺得都有點可惜耶 比方說你要做異境你可以怎麼做呢 你可以戰吼給一隻怪他腐蝕素 然後...然後比方說他的回合開始死或之類的 他如果旁邊有怪他就會傳染到旁邊的隻怪身上 或者是臭味...臭味會互相傳...會彼此傳染之類的 對...這或許是一個...是一個...是一個做法 或是降攻之類的...也是一個做法 就你可以傳染這樣子 嗯...這樣子會比較好玩 他上次做神經典版的練好大跳過 沒有啦...呵呵... 人家人家哭了怎麼辦 你是... 3.0.3每個回合結束時 此手下獲得加2生命 你獲得2點戶 幹太強了吧... 哇靠... 呵呵... 每個回合結束時此手下獲得加2生命 你獲得2點戶甲值 所以你打下來是3點叫07 欸...每個回合結束時嗎 應該要...你的吧 呵呵呵... 幹可是這位很強欸 他會3點叫07 當回合會變07然後你會獲得2甲 下一回合輪到隊友回合會變09 你會再多2甲欸 呵呵... 這好像... 好像會出大事啊 你不覺得會不會出大事啊 我是覺得可能會出大事啊 呵呵呵... 對不對...他應該要加個只有... 他寫每個回合結束啊 對不對...這哥魯爾寫法啊 他可能要寫每個...你的回合結束會好一點 不然會...出大爆 呵呵...我的感覺會出大爆啦 這個...這個細節...平衡上面可能要再... 再依一下... 對啊...而且被2回硬幣直接跳這個出來 然後下一回合新火貼就會開始打人 不知道為什麼... 嗯...太假了 呵呵... 下一個... 偵探皮卡丘 然後選擇一個敵方手下omatic 本賽局敵方手牌中同種族的手中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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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噢....... 噢...... �b... 羽毛 噢.... 這打什麼 野獸好用 野獸 魚人 沒了 喔 挺有想法的 只能看守牌就好 看牌庫有意義嗎 惡魔也還好吧 但這個好像 喔 雞 喔 機械有點 機械也挺有意義的 機械 魚人 野獸 對 這幾個 可以看對手手牌 對啊 你看牌組沒什麼意義啊 你牌組看了就看了 還沒抽到都不重要 但 被喊了夢魘聚合體 聚合體殺手 先送對手下聚合體直接喊聚合體 選到全部種族的手下不會揭露沒有種族的手下 啊 概念是偵查一個手下推理出他手牌的感覺 揭露就是手牌會翻面的意思 沒有種族就會揭露沒有種族的手下 不行 我覺得這個不行 我覺得最後這個可能不行 就是選白板會揭露所有白板不行 因為這樣看的東西會比種族套牌多太多了 我覺得當種族套牌找種族套牌會比較好 就沒有的就沒有 就不會看其他東西 你不要選錯就好 不然白板太強了 就是我們把全部的種族分支拿出來 但是白板卻是一個最多人的分支 我覺得只看有種族會好一點 不然你這樣 不然你這樣每個人現在都變成綁定腰帶啊 因為大部分的傳說都沒啥種族啊 對不對 就比方說你要賭什麼 啊 炸雞用手抽到沒有 啊幹知道了 我死定了就這樣 你這樣喊一個白板 全世界什麼都知道了 就除了法術武器沒辦法知道以外 剩下手裡八成都知道了 在有白板套牌的時候 對我覺得這個修掉這個就可以接受了 就是把這件事情修掉 就是沒有種族會揭露 沒有種族的手下這件事情不好 對阿 這樣就不對阿 這樣 名字太強了吧 卧槽 好 下一個 雖然指揮一直跳無法好好戰鬥的他 被認為很弱 但其實他是一個 不管在多張的水中都能生活的頑強寶可夢 註解 攻擊時會發生三種情況 噢幹 先看內容 兩點叫一 呵呵 兩點叫一三 每當此手下攻擊 朝一個方向移動一次 此手下免疫凍結致命劇毒 此手下的攻擊力生命值上限 不會因為任何原因降低 喔 攻擊會發生上的情況 朝原本方向移動 正常攻擊 和左方手下交換位置 和右方手下交換位置 如果在最左或最右時 骰到最左或最右 那這次攻擊會沒有任何動作 攻擊力生命值上限 不受影響 今天被藥劑式調換 都會變成三一紅字 最多可以補到三三 沒有這個一次性看有點廢 對 我覺得不能寫朝一個方向移動一次 看不懂 呵呵呵 不是這個看不懂啊 這個打了才知道啊 你懂意思嗎 你是這段 啥都看不懂啊 可以變 他的攻擊力是可以變高 不能變低 就他可以增加 但是不能不能不能 他可以加 但是不能減這樣 他的攻擊力跟血量 血量上限不能減 所以他不會吃儀式同仁 但他還是會傷害 他的設計上是這個樣子 但我覺得 這段應該會有比較好的寫法 就是朝一個方向移動一次 這件事情 是一個 不容易理解的內容 下一位 因為超夢在超夢的逆襲中 複製了很多的寶可夢 故作成複製的效果 這部電影是 蛤 可是不會啊 上限不會變 不是嗎 喔 你說當前血量要變 這是一個 這個 這個問題有點難 因為 不會變才對啊 因為 因為 吃了一次同仁之後 血會變1 是因為你上限變1了 你懂我的 意思嗎 所以他的血量 應該也不會變才對啊 好先看這個 複製對方場上的所有手下制 哇 不行啦太強了 你傻啦 哇靠 喔不對要看對手夠強 要看對手多強 決定你這張多強 幹可是你這張還是跟一劍反場 沒什麼兩樣啊 不行嗎 這太強了吧 哇靠 幹不行吧 這好像太強了吧 對手 據作者說 因為超夢種族 只是總和 是680才做成680的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這個 你說十費 沒有啊 十費就是我的檯面 會跟你檯面一樣啊 對不對 最低我們 最低 最低 我的檯面 會跟你的檯面一樣啊 對吧 是沒有錯啊 但最少我可以 我可以打平啊 就如果你有嘲諷 就是我也有嘲諷 就是你場上四隻巨人 我場上也是四隻巨人啊 就擺著 但這個 這個 還可以吧 欸你一隻啦 你會多這隻啦 好不好 多這隻 一般啊 到手上 到手上 十費就便費 但你還是一鍵反場啊 你還是按下去就 登登 對不對 到手上太費 到手上太滿 就是他有一些操作邏輯啊 甚至現在你說爆爆博士的 欸 爆爆博士的賦與衝刺 爆博士不是賦與衝刺嗎 是 有衝刺嗎 所以 把爆博士的拿過來是沒有衝刺的嗎 我記得是沒有 沒有對不對 沒有爆爆博士的 這個 是靈氣衝刺 所以 他就是 他隨機幹怪 聽起來就有點奇怪 這個是 這個還是 這個 這個一鍵還是挺強的啦 對不對 所以你複製過來是沒有的嗎 喔 OK 好 先看下一個 我保持保留 但我覺得這複製的 先保持保留 但我覺得 覺得一般 這樣 你常常有笑的就衝刺 哇 那也是啊 下一個 這個 不過奧斯爹的時候有點可惜 下一個 卡比獸 先看個牌好了 戰吼及死亡之聲進入休眠 在你英雄攻擊後喚醒他 所以他不會死喔 因為卡比獸經常在睡 所以做成一上場就在睡 原本想做成回血喚醒 但因為會跟德魯伊那隻傳說太像 哈哈 你也知道 故 改為攻擊後喚醒 不會啊你的英雄攻擊後就會醒來了不是嗎 會吧怎麼會動不起來不會吧 就是你要有這個其實就是那種限定比方說 而誰呢 這種就是把這種99%像賊的職業卡那種感覺 因為只有賊是最容易 賊是最容易喚醒的 就是最容易 最容易 最容易 處理的情況 呵呵呵 對啊這個就是假的中立卡 雖然概念上是中立卡 不過99X9應該都是賊在用 就你直接先拿刀 然後下一回合下這個直接敲 你這真子就醒來了 然後你再 你卡比獸就會 用約起來殺人了 沒有德沒辦法當回直接把他敲醒 德就是你要掛費用或是幹嘛 但賊的效益是最高的 在在這個這張牌的表現範圍內的話 賊的那個效益應該是最最最高的 不過這個意義上就比較 這個的那個那個 現實上就稍微有點可 稍微有點可惜吧我覺得 因為他 不是因為他的他的 概念上就比較 不有趣就是 不是不有趣 是他的那個 甚至上沒有用到 吹笛子才會讓他醒來 因為正常卡比獸被踹 欸 正常卡比獸不會被打醒嗎 就他應該要有一個 要有一個 別的那個 那個 那個的 概念會好一點 這樣 這個稍微可惜 哇靠 呵呵 呵 為對手召喚兩個休眠的卡比獸 並給兩張寶可夢之笛 啊這張是配這張嗎 呵呵呵呵呵呵 然後醒來 常常醒來是這個樣子 屁啊太強了啦要死啦 呵呵呵呵 不是 哪 哪 哪 喔在這 欸 4點033卡比獸嘲諷 各 Cuomo 真的是欠背 這是卡比獸 cons 我是個 阿 我 cantidad 要更多明一點嗎 為對手召喚兩個休眠的卡比獸 並給兩張寶可夢之地 大家不要在意 但是他可能會醒來 對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理由有點 怪怪的 就是 價值在哪裡 就是為什麼我要擺這張卡片 就這樣 他如果把它做成一個 低費可以 站對手場的意義很低 我其實稱之下 就是 卡對手場的意義是很低的 在現在 現在的META的概念中 卡對手場的META 的效益其實是偏低的 你其實可以把它做成 你用三費自己叫兩隻 卡比獸 或者是 可子費 他可能叫卡比獸哪有嘲諷 然後你給他 你給對手底子 對手底子的效果是可以直接摧毀卡比獸 要不要 這個 摧毀卡比獸之類的 這樣子的概念會好一點 不是 你打到一個對手 你可以卡他格子 又可以爆發手牌 他就不需要格子啦 呵呵 就這兩件事情不容易吧 卡格子拖對手節奏這件事情 以現在的比賽而言 非常非常不容易出現 你說他要真的沒格子下這件事情 只有幫眾拿太多的時候 大概才會有這個猶豫 才會有這一個困擾 第二個是你說 好那我把卡比獸放在場上 然後抱他手牌 你可以抱到手牌的對手 通常也都不太在一格子啦 對對對 就是這兩個 這個稍微有點尷尬的事 你懂嗎 對對對 這兩個是一個 這兩個是一個稍微有點 稍微有點尷尬的地方 他真的要 沒有 五費三隻就不對了 因為一五一裡面只有兩隻 是卡比獸 所以他可能要有一個 這個 故事 比較好的地方 我原本想說 能不能我自己叫卡比獸 然後對手廠商 對手必須要花費 用打敵子 才能摧毀卡比獸 然後卡比獸是一個 XXX之類的 然後嘲諷無法攻擊這樣 就我有一個 想法的邏輯 是不是如果我 就等於是我在場上 我放卡比獸 然後給你笛子 你要摧毀他可以 就你要直接過這個嘲諷 可以 可是你要花費用摧 就好像我拿我的費用 去換他的費用一樣 當然他可以用撞的啦 隨便 這個邏輯 不知道會不會比這個邏輯好 因為我現在沒看懂這個邏輯的 優勢在哪邊 下 欸 皮擺變怪 三點叫一四 在你回合結束時 雙方各方排隊中的一個手下 持手下變 嗯 持手下變形為 體質總和 較低者 者分身 喔 喔 細節補充 如果任一方沒有手下能翻 則變形為有的那一方 如果都沒有 則不變形 百變怪會變成其他寶可夢 或是博物星者阿周 說不定電影中的皮卡丘 一直都是百變怪變 沒有看眼睛就知道不是吧 嗯 嘲諷免疫的也沒有這樣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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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只會變一次嘛對不對 概念上他只會變一次 然後變一次 噢幹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 超級拉叭機 體質總和較低的 那要看低是多低耶 對不對 一邊翻99一邊翻89 對不起喔 89 好像有點 好像有點 有點 有點厲害 沒有這這這看臉 這個這個沒有辦法 百分之百決定怎麼樣 這個這個偏看臉就是 沒有啊你這個你打個入有沒有 然後你翻個88他翻個他翻個拉法姆 他就是拉法姆 喔 呵呵呵 對面德魯伊直接崩 對面素士直接崩潰 蛤 這個 保留 概念上可能 變成高的會太強 很難啊我不管什麼都先擺死亡之意啊 對不對 骰到我就贏啊 沒骰到再說 呵呵 變高的應該會挺容易出包的吧 變高的其實很像那個啦 很像那個 素 薩滿的那個 變形的那一隻 淤泥怪 但淤泥怪有防 第一個是有防呆 第二個是他還是4-4 但他會有一些比較強的操作攻擊 所以變高的蠻容易出大包的這樣 變成那個手下分身體材是1-4喔 你這不是就超 呵呵呵呵呵呵 你這不是超薩滿的 沒有這個就是天下卡片一大操 這可以這個這個方向 還可以 因為他總共也只會變一次 那只是要修一點細節吧 我覺得 雙刀賈赫忍蛙 八點叫七六 對戰開始 你的排 初始排隊中連擊效果的卡 有10以上時 將天生技改為拔刀 蛤 現在 現在 墳場 現在不是現在排庫有10張連擊嗎 應該有啦 只是 有沒有廢卡 搜尋一下卡片搜尋關鍵字連擊 找到 開動猜選 人血 狄菲亞頭目 范克里夫 屁股碎爐 綁匪 堕滅 軍妻 小廢物區 就這樣 海賊 瘋狂科學 瘋狂的化學家 截略隊伍跟陣線無賴 喔好像可以 百五張就有10了 有有有這應該很簡單 下一個 呃 拔刀兩費 放一張0費12的白滿刀到你手中 P.S 要拔出刀才算做好戰鬥準備 主要是翻天生技不能當連擊條件覺得難過 如果組成偶數套牌的話 會先改天生技成拔刀後使其變為一費 喔幹 偶數 偶數 偶數賊 蛤 蛤 還要在盤 哇 他想的真的是很細 那連擊他媽組的是偶數嗎 屁股頭目人血123 綁匪4 欸 欸 久等了欸 欸 喔 我算一下123 1 1 1 2 3 哇 哇他做了一個細節設計耶 做不出來 哈哈哈哈哈哈 432抽2有 為什麼我的搜尋列表沒有 說唱人還在嗎 說唱人還在嗎 喔 好吧 那就不談標準可能可以了 就這樣 這個概念不錯啊 這個其實是很久以前 這個其實是很久以前就有人想做了 就是天生技要變 然後就想要把它做成 按天生技可以觸發連擊這件事情 因為以前有一個觸發的問題 就是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刷 沒有辦法做一些額外的操作 但是 沒有但是 剩下的但是大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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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 給他一張 零費的一二刀是不是會出大包的感覺 呵呵 零費一二刀 是不是 會有 恐怖級范克里夫的問題 好吧 對 但應該是可以啊 天生技能連擊是蠻差蠻多 而且天生技變排 而且賊的牌是 賊的牌是可以合理變成 就是英雄能力也是可以合理 英雄能力也是合理變排的這樣 也 英雄能力能合理變排的也沒有 也沒有幾個 牧師其實也 牧師是零補二 牧師是零補三 然後把刀換在手上的話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操作空間 不錯這還行 這概念上還行 對雖然他應該叫手裡劍才對 給你個茄子 下一個 魔牆人偶 四連教二選擇一個友方手下 若對手可以攻擊該手下時 不以其為目標 所有友方角色獲得 加三生命值 蛤 蛤 蛤 魔牆人偶大多是墨具大師 從指尖的吸盤上發出了波動 可以凝結空氣製造出看不見的牆壁 使虛假的墨具成真 祝對手並不會知道你選了誰 可以攻擊的定義是前面沒有嘲諷怪擋著 不是潛行免疫等根本打不了的 在受到傷害前加三生命 由於人家是墨具大師 所以沒有語音但是卡面會動 可是我實力不夠做不出來 再看一次 選擇一個友方手下 若對手可以攻擊該手下時 不以其為目標 所有友方角色獲得 加三生命值 第一個是不能寫友方角色 因為加三生命值只能寫手下 第二個是 這樣 變成 沒有嘛 第一段不行啊 但是為什麼友方角色加三生命值 連你會加三滴 幹太強了吧 他這個其實是怎樣勒 就是 你場上 沒有他這個 你知道這個要怎麼下嗎 你場上有兩個嘲諷的時候 你就選一個加這樣就好 呵呵 對手就要 哪一個啊 你有兩個嘲諷在外面嘛 對不對你就選一個加 他就要拆一個 他的規則是這樣啦 你加的那隻怪 就要觸發這個條件的規則是 他必須要能被打 就這樣 其實有點像猜秘秘 對 但你知道一定是打怪觸發 而且這是公開 公開的秘密 但的確是秘密 全部都沒有嘲諷 那就是要瞎猜啦 呵呵 可是你選誰動作看得出來啊 他就是要把他做的看不出來啊 呵呵也是可以啦 嗯 什麼 選誰 都不對 沒有做成秘密 跟沒有做成秘密 這就像那個啊 那個那個什麼 這就跟隱秘死生一樣啊 隱秘死生 概念上也都是你知道 但是 哪一個才是答案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啊 你知道但哪一個才是答案 他兩個其實效果做法也都 他其實概念上也都是這樣做的 懂了嗎 懂了嗎 他那個其實其實這個概念跟那個隱秘死生會比較像 這樣 那個隱秘戰吼 你猜 不會他他只會寫在這個底下而已 隱秘死生也看不到 隱秘死生你滑出指過去只會寫隱秘死生 你不知道他選死生 你不知道他選打三還是家家的那一邊 好先看下一個 嗯 這個會有蠻多的規則問題 就是 怎麼執行這樣 不過這個概念也還是不錯啊 呵呵 要讓對手拆的時候 來看一下啊 體質真的難決定 維度放棄打算直接抄戰鬥德魯伊裸地 一步兩步摩擦 幹衝阿修 一步三選一變形成一步的其中一種進化型態 水一步在你回合結入時 替全部有防手下恢復一點生命值 雷一 雷一步 四點叫山山風怒 火一步 四點叫四二死亡之刃 全部手下造成一點傷害 火一步有點廢 喔加個鞋子 我怎麼覺得火一步有點廢 呵呵呵 呵呵 然後 沒有你要想像彈性嘛 所以你不能一個對一個比啊 你要想像這裡有一個彈性空間 但我覺得火一步的強度有點奇怪 就火一步不如改成 回合結束時直接打一點就好 就是那個 呃 飛彈或者是 酸猴 酸猴的效果 欸 巨靈 幹我已經忘記哪一個是哪一個 有一個是必死 一個是傷害 哪一個是哪一個 三點叫四二人的一個 就沒有 飛彈機器人是敵我都打 呃連也打 然後 然後 那個 以前銀白聯賽的獵人傳說是 是巨靈嗎 喔巨靈 銀白聯賽有一支傳說是 那個三點叫四二然後直打手下 那個 對啊好像 好像做成 他把直接做的那個也不會覺得怎麼樣 雖然這玩意又偏 這張牌的整體偏 不夠創意就是 下面一位 幹我這個名字都還沒有點開我就覺得有點危險 鯉魚王 瘋怒 無法造成傷害 黃金鯉魚王 瘋怒 無法造成傷害 每當持手下攻擊 給你一張幸運幣 先不論那個 右邊那個是什麼來的 呵呵 以靠不住為名的寶可夢 除了原地彈掉以外什麼都不會 因為胡亂躍出水面 總是馬上就被襲擊 但據說多虧了鯉魚王 其他寶可夢才可以活更久 栽制各世代寶可夢圖鑑 攻擊與 沒有沒有 他還是可以攻擊阿 但他沒有幹用 這樣了解了嗎 就他不會造成傷 他是不 他不是不能攻擊 他是不會造成傷 所以 你下這個對手 百分之九十 不會解 你可以貼他智慧祝福 然後讓他打兩下 幹 我覺得你應該不能貼他智慧祝福 概念上不應該 呵呵呵 呵呵 嗯 概念上 並沒有智慧 阿 很高 沒什麼說完了 幹好危險喔 我們可以不要平這個嗎 可以不要這樣了嗎 概念上 需要政治的 需要智慧的祝福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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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跳過 晚點再處理 太危險了 但這個後面很強耶 金卡超強耶 對啊 媽 這個金卡打一下拿一個幸運幣 這媽超級綁匪耶 不是 超級兩費那一隻 超級爬手耶 雖然不會造成傷害 不過不重要的打就對了對不對 下一個 現在 兩臉教二三對戰開始將所有卡面的表情都變為了皺皮窮臉 滾 蛤 這個會劇透耶 哇靠 魔強人偶 五臉教二七無法攻擊 攻擊力地獄此手下的敵方手下會無法進行攻擊 史詩金卡 尊絕不凡 值得擁有 為什麼這是GIF檔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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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最遙遠的距離不是生於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卻一頭撞上的牆 不太行 呵呵 他 沒有 我知道預告片有了 他 他 有點強 呵呵呵 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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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法攻擊 攻擊力地獄此手下的敵方手下皆無法進行攻擊 MAGIC有一張類似的牌叫陷阱 叫陷阱橋 陷阱橋是 攻擊力 大 於 欸 陷阱橋是大於手牌不能攻擊 對吧 好像是這樣 沒有 他其實不是那個火蛇放在旁邊 是你就 你六倍 假設你是聖琴你就下他直接天地讓祝福欸 媽 五以下都不能打欸 呵呵 這樣子 好像會有點危險 呵呵呵 我覺得他可能要做成一個雙方效果就是 你的攻擊力過低的也不能打 或者是有一些操作空間 不然他等於是綁法術啊 對 你身為一個動物園你被下這個直接醜牌砍掉 直接遊戲砍掉 所以他可能要有一些 喔 這是牧師卡喔 喔 如果是牧師喔 牧師就是要吃顛倒啊 直接把他灌成欺了 然後被打死 被防重解掉 綁定一定要用法術解有一點硬就是了 就是在這種 這種設計空間裡面 綁定要 他必須要給他一點 比方說對對對對對 要防幾件事情啊 第一個是 呃 因為這個很難平衡 是因為 你要讓對手又不好解 對 因為你要強度嘛 所以你需要對手又不好解 但是對手不能太不好解 因為問題也是強度 呵呵 如果你今天給他磨免齁 呃 牧師自己變得比較 牧師自己就不能對他做操作 就不能做輕火這件事情 那 對手對他 對手變成也不好解 就這樣 你今天加一些東西 加一些東西的這個調整空間 會有點麻煩 所以我覺得比起做這些調整空間 你可能給自己限制會比較好 就是 牧師自己也不能動 對 如果今天這個遊戲的Meta裡面有這種東西的話 對手就會想辦法 就變成對手必須要帶一些 交換或者是 之類的方式去 去破這個 去破這個情況 對對對 對對對 自己回合不能被指定 哦 你說從 沒有吧 你說的不是德魯伊的馬吧 那個是 那個是大家的吧 叫狐光 幻夢馬 是這樣嗎 他說中立 哇操 那這擺人是哪小 呵呵呵呵 反獨角獸 改成是對手 改成自己不能指定對手可以 是狐光嗎 幹是狐光 不是 幻夢馬 不是叫幻夢馬嗎 錯了 我幹 我不是開著偷日記嗎 我自己查 幹不是欸 那搜尋馬呢 幻光 逐夢馬 哇靠 除爹 除爹 錯了一個字 錯兩個字 呵呵呵呵呵 光跟夢對了 其他都錯了 呵 謝謝 欸 J-Link1204訂閱16個月 謝謝你 好啦就這樣啦 先保留 就是你需要有一些 你要給對手一點操作機會 對 不然會 不然會大爆炸 好 下一個 皮卡丘使用電光一閃 皮卡丘quick attack quick attack 攻擊或被攻擊時會額外 對對方造成一次傷害 再計算一般戰鬥傷害 幹 罵太強了吧 幹你這不是先攻嗎 皮卡丘使用電光一閃 電光一閃技能描述 以迅雷不及眼耳盜靈之勢 鋪向對手 必定發動 必定能夠發動先制攻擊 如果兩個相同的皮卡 就互撞 視為 互相先制攻擊一次 如果死亡 不會觸發 一般戰鬥傷害 如果 先制攻擊四同 先制攻擊四同已經攻擊過了 不會有攻擊方先制殺人後 又打另一個目標的情況 封路對同一個目標 只會觸發一次先制攻擊 但可以攻擊兩個目標 那就是連擊耶 哇靠 他正常傷害還是會打耶 所以是連擊耶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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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點操啊 有點方向啊 我 覺得啦 做攻擊石就好 就是不要做成被攻擊石 只做攻擊石會比較好 對吧 這在神奇寶貝世界 不是應該這樣子 我的神奇寶貝世界 不是動畫 是GPA的這樣 這樣子 好像邏輯上比較正確一點 因為如果你被攻擊 都可以先噴噬 幹媽 衝殺小 對對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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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好像做成那個 MAGIC是有類似的卡嗎 那個喔 浩劫打四這樣嗎 就你說連擊嗎 連擊一定很多啊 沒有我覺得不要給他做 被攻擊石 被攻擊石大概就太強了 被攻擊石就 就 就沒辦法 被攻擊石就沒辦法 畢竟盧石戰技已經是一個攻擊 呃 盧石戰技已經本身是一個攻擊方優勢的遊戲 如果你連防守防德優 如果你連防守防德有價值 都有意義的話 這張牌可能會 可能會太強 我覺得被攻擊石可以不要 就只做攻擊石 然後你要給他什麼 衝刺會不會也太強 衝刺等於打8耶 衝刺的話費用要再調 對對對 就你所有嗜血的打他都媽都要死 做啥都要死 你拿一個 你拿嗜血以下的撞他都是輸 都是你 還不是互換 是你死欸 小太厲害了吧 就改這個就好 現在就差不多了 下面為 劉B 耶誕術 戰吼 施放隨機 法師獵人 聖尼斯的秘密各一個 八點叫三好貴 把你的頭變成耶誕書的感覺 但我還沒看過電影 所以我其實不知道 電影裡面有沒有耶誕書 哈哈哈哈 好像沒有 呃 體質可能是可以再好一點 體質 要不就是費用可能可以低個 一點 呵呵 他的戰吼價值六費 對啊 但是 你知道這些東西本身會有一些衝突 而且你又不能選 所以費用可能低一點 體質可能不要動 就是動這個 要嘛動就要嘛動這個 對 因為做完要價值六費 其實不只價值六費 對 所以我覺得他做成 七三三或八四四都可以 沒有 倒賊不在標準內就算了 因為特兵裡有一些 莫名其妙的組合空間啊 八三三秘密自選喔 那可以 這樣太強吧 秘密自選可能會有點強 隨機秘密 因為聖起的那個秘密是百分之九十嗎 都拿 沒 下一個 根據寶可夢的都市傳說 可拉可拉 蛤 都市傳說是 可拉可拉是這隻嗎 哦 我知道媽媽的頭太鼓的故事 因為在那個 幽靈的那個鎮的 那個塔裡面 有一個 有一個那個 有一個那個 那個 都市傳說的謠言 可以看到他的那個 會當 會當掉這樣 六點叫六五死亡之聲召喚一個 三三的卡拉卡拉 這能不能便宜一點 六點叫五死聲叫三三 一樣跟獅子比 獅子是職業卡 還要什麼死聲叫三三 快想一下 沒有死聲是職業卡吧 死聲獅子比較強是正常的 有沒有什麼其他比較接近的 五一代五一 不是五一代五一是事費 六點叫六四掉四隻 哦 那差不多 差不多差不多那好像可以 六那個那個是傳說那不能比 沒有如果跟那個 詛咒捲軸的話這個好像差不多 概念上應該差不多 那那好像也可以 下面一位 烏龍大 不 不受控的噴火龍 九點叫四十二 五十八機率攻擊錯誤的敵人 五十八機率無法攻擊 五十八機率造成雙倍傷 蛤? 呵呵呵 蛤? 這三個是 這三個是 呵呵 幹我們幾率加起來超過 如果一隻不屬於自己的寶可夢等級過高 可能會發生不聽話的情況 他們會無視訓練家等級使出不同的招式 不是要看你迴章多少 五十八機率攻擊錯誤的敵人 五十八機率無法攻擊 五十八機率造成雙倍傷害 不對吧 你應該要做成 五十八機率無法攻擊 二十五%機率攻擊 喔沒有 不對 呵呵呵 每個獨立 不是每個獨立吧 你要先骰這個吧 這一條先骰吧 懂意思嗎 就是剩下的這兩個都在剩下的五十八裡面 再去分就好 下面還有解釋 哇靠 無法攻擊 只有在你的回合開始時做判定 如果攻擊 如果可以攻擊 瘋怒可以打兩次 喔所以不是攻擊時骰 是回合開始時骰 呵呵 哇幹 可是 看不懂阿 呵呵 呵 可是 看不懂阿幹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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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嗯 噢 嗯 而且做錯一件事情阿 大家都搞錯一件事情阿 這個總足錯了 呵呵呵 蛤 對 先判定能不能攻擊 再判定攻擊誰 再判定是否雙倍 對我覺得這樣好像比較好 就打下去了當下決定這樣 這樣好像還比較酷一點這樣 這裡有點看不太懂 比較可惜 但 不要回合開始會不會比較好 我想想不要回合開始會不會比較好 然後這兩個順序這個一定要先寫這一個 所以我們來算一下嘛 可以正常攻擊 打正確的敵人 又 打出雙倍傷害的機會多少 12.5% 所以他可以寫 50%無法攻擊 50%無法攻擊 25%打錯 12.5%造成雙倍傷害 其他叫正常是這樣嗎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啊為什麼25%不是吧 要打對呢 我說 我們先50% 我們先分50%出去是不能打 所以就剩50%可以打 50%可以打裡面 有 打對的情況只有25%嘛 喔不對 雙倍攻擊 打對跟打錯都有可能雙倍攻擊 喔幹好難喔 喔算了 不算了 呵呵 呵 不算了滾 滾 滾啊看不懂啊 同學你寫誰 這裡是哪 我是誰 嗯 嗯 嗯 我覺得 看不懂會是最大的問題而已 啊下面一位 鯉魚王在此手下受傷存活後 變形為一隻88暴雷 齁齁齁齁齁齁 蛤 這個好像會出大事啊 或是法師自己點就好啦 幹你這個你確定嗎 你認真的嗎 好像會有一些操作空間喔 那如果5費88 如果戰士可以用心怒點的話 德魯伊法師是7費88 那如果是5費88呢 427他超窄不一樣啊 戰士可以5費啦可以用心怒點啊 或是 喔 戰士3回掛武器5費直接88 哇操 新的哇操 心怒打1 對啊這是5費 5費88看起來會發生 幹看起來好像會出大事 不知道概念上是挺方 概念上是方向陣 概念上是這樣啦 但 但 但這樣會不會出大事啊 被觸發就是可波林了 多威 改造換88 改造換88喔 哇操那會出超級大死 就如果每次受傷都可以叫個88的話 牧師就會拿這玩意要拿火箭修一波給你看 就一直補他 一直一直拿火箭然後燒 然後貼盾燒貼的啊 然後旁邊就有一排88了 大概7費 7費或8費可以把這件事情做完吧 然後然後就爆炸了 呵呵做滅殺比較鯉魚王 這玩意要滅殺 滅殺可能要做做個222之類的吧 幹還要存活欸 幹好難喔 下一個下一個先看下一個 賈赫冷蛙每當個友方手下遭凍結 對全部啊 每當個友方角色遭到凍結 對全部敵方手下造成兩點傷害 賈赫冷蛙可以把水凝固成可以 賈赫冷蛙可以把水凝固成可以切斷鋼鐵的手裡劍 無論多大都可以 這是冰凍煞的 這是冰凍煞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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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的牌嗎 哇靠 現在還要救冰凍煞欸 真難 加油 看到你這麼用心 加油 不錯不錯不錯 下一個 幹 我剛剛看到 我那次看到這個時候 我說媽這張牌我怎麼看過 六人家三彈皮可西 戰吼 施放個隨地法術 隨機選擇目標 這不就是 沒有法術限制的 尤格薩文普從嗎 沒有費用限制的尤格薩文普從 我覺得你這個抄得有點方向 烏龜之力有發現 所以不是烏龜之力 就是他介於烏龜之力到 蒲蟲中間的一隻怪這樣 懂嗎 就是他剛好介在 烏龜是你可以發現選嘛 然後 然後 那個 沒有他不做波 他不做波克筆的原因是 因為波克筆不在一百五十一耶 不在電影中 電影中沒有出現嗎 電影中有波克筆嗎 對 所以他只能做別人 想想也是很有道理的 呵呵呵 大概就這樣了 嗯 創意都稍微有點可惜 這是了 怎麼辦有人說有 有人說沒有 我再查一次剛剛那個錶 下面一位 奇怪 這不行了吧 呵呵呵呵 這不行了吧 一百五十一都沒有這個吧 呵呵呵 你們不要再 呵呵呵 你已經不是寶可夢 等一下就做釣竿了 我跟你講 奇怪的寶貝球 放一張目標手下分身到你手中 他的消耗減少 滅殺消耗度 耐久度加益 幹不是齁 這已經不是寶可夢了 呵呵呵 這已經沒有東西 已經是 這已經沒有東西了 好啊 呵呵 我說欸 這個題目已經太奇怪了 好啊 電影有出現 這裡規矩有寫啊 要用寶可夢形象嗎 呵呵呵 呵呵呵 你們回去做酒吧算啊 呵呵呵 下面一位 他們只是 他們就只是身軀 跟一般的土台龜 比起來稍微大了點 相信我 異常龐大的土台龜 嘲諷無法攻擊 九點叫六十五 五 呵呵 十五欸 十五嘲諷打屁喔 什麼沈默就好玩 你光下這個隊主就跳了好嗎 好啊 沒關係 十五欸 十五很扛了欸 十五那一張可以弄很久了 做十六可以活過 可以活過隕石這樣 十五就是 喔 波打好 這樣 因為嘲諷擺著就有用啊 十五已經 雖然你說九三九也是差不多 但九三九的攻擊力只有三 這玩意有六 不太行啊 這看起來會出大事啊 八二十四的攻擊力只有二 呵呵 他有六欸 你要想想他每一個都可以 呵呵呵 底下是不是會爆炸 哈哈哈哈 喔幹 你媽聽不懂喔 我覺得我已經寫得沒有很難啊 回音 將一個手下改為你的手牌 若他是友方手下賦予他加爾加爾 若他是敵方手下成功機率為三分之一 你這三小 這個是 那個喔 不一定成功的悶棍是這樣嗎 什麼 喂 不是喔 哪能收服別人的怪啊 當我沒玩過喔 他媽的 風速狗 每當他攻擊手下且存活 召喚一個一一殘影 一一殘影 嘲諷當場上的風速狗死亡摧毀他 風速狗做得到 我覺得有個衝刺會好一點 不用衝鋒啦 給個衝刺好像好一點 不過三三衝刺 三三衝刺就是了不起的狼人那個 稀有度調高 給個衝刺 可能可以 啊 他有那個啦 他的規則是召喚出殘影的那隻風速狗死亡 殘影絕不見 所以殘影要歸是誰的 就這樣 如果三三被回首 那他可能改成那一隻禮場可能就好了 就這樣 好 下一個 呵呵 彌補一切 超夢衝刺標記被磁卡攻擊的手下種族TAG 我方回合結束時破壞磁卡 並移除場上所有與TAG相同種族的手下 這不是滅種嗎 超夢在超夢 超夢在超夢的逆襲中 最後帶走了所有複製的神奇寶貝到另一個世界生活 在選定種族後跨虎百攻擊 磁卡可以帶走場上所有種族的手下 不行啊 又罵要出包啊 沒有種族的算一類 哇靠 兄弟不要鬧啊 不要鬧啊 同學 沒有種族的不能算一類啊 呵呵呵呵呵 喔自己也會被破壞啊 幹可是自己被破壞小事吧 當你場上沒救的時候自己會不會被破壞 我覺得已經不是已經不重要了 但我覺得你這樣幹看起來像小事 看起來像大事啊 呵呵呵 喔可是他自己也是包他也會被移除 沒有不是扭啊 你不一定會出事啊 如果你是 魚人族的 你就不會出事啊 比方說對面打機械或對面打一堆巨人 你打魚人的 你會把對面全部切掉 但你不會有事啊 所以他不是扭啊 你自己這邊只有超夢會死啊 我說假設 假設我們今天 你這邊都是 白的 對面都是黑 對面都是 盜賊職業 對面都是海盜 我們都是 人魚 對不對 你打只會切對面的啊 喔 幹 說不定比你也放不到牆欸 因為他是破壞 他是 移除對方場上 喔幹移除 哇草 哇沒看過這個單字 移除場上所有 那移除的是死了 還是放逐還是 還是 呃 魚人 雙方都魚人怎麼辦 接受人類啊 接受這件事情 同種族就沒辦法 不同種族就是切一邊啊 沒有 不是 對啊 而且他難道他不是破壞嗎 哇靠 如果不是破壞 我幹 我幹 這樣 有點厲害 哇靠 好吧下一個 爆 哈哈哈哈 比錯別人 那個 那個 寶可夢的 先不論寶可夢 被打那個也不是看寶可夢被打的啊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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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被打的那個也不是 呵呵呵呵 電影會出現 幹 這不是電影的寶可夢啊 題目要寶可夢啊 這是寶可夢形象好啊 這被打的是復仇者吧 我記得 好下一個 我已經好累了 天啊 心情怎麼做 這人生怎麼辛苦啊 抽中時召喚不消耗法力水晶 若場案已有七十手下 抽中時會放回手中 連人叫三二抽中時召喚 對手回合結束時洗回排隊中 我放這個幹嘛 對呀我放這個幹嘛 那我為什麼要放這個啊 可以可以可以防疲勞 會再抽一張嗎 看起來是不會 他可能要有一個那個吧 要有一個 沒有他可能要有一個 登場的價值吧 我覺得 路過 超廢耶 不是我為什麼在排阻放這個啊 不如洗到對手排櫃 不如洗到對手排隊裡啦 說不定有一些操作空間吧 飛刀手可以飛一刀 如果他會洗到對手排隊裡面呢 然後他就會一直浪費生命這樣 他一直在兩邊的排隊裡面跑來跑來跑去 不知道沒抓到 他要不就是他給一個生靈狼效果啊 你至少可以給其他撞一撞或之類的啊 或衝刺 衝刺會衝死 就是這樣 衝刺狀怪可能會死掉 就是他有一 他要有一點 事情可以發生這樣 配備處閣 召喚 回合結束時才會洗回去 幹不行 我在想有沒有無限的方法 幹沒有 沒有辦法 好吧 一般 下面一位 精神爆彈可打壓嘲諷 你的回合結束時 若此手下 若受傷 你的回合結束時 若此手下 若受傷 給予百位對面的角色與自稱 4點3 他自己要吃4點 相傳可打壓 在精神狀態崩潰時 會使出強大的年齡 或是衝擊一波 百位對面判定 盧卡拉戰的 喔 我是大哥 百位判 百位對面判定盧卡拉戰的西洋棋 有點廢欸我覺得 可是 你要擺中間 你這隻手下還要受傷 所以你必須要點他一下 然後 這樣子吧 六費打兩個4 我不知道要不要給他嘲諷 沒有嘲諷好像應用空間會好一點 反正他自己也只能炸兩次 炸兩次之後他人就會走 對阿 對阿 然後沒有稀有度 所以我不知道強度如何 但我覺得有點廢就是 他可能要有一個 他可能不要有嘲諷 你不要有嘲諷你可以放在 就是你 你執行完第一次炸完兩發之後 你有機會擺在嘲諷後面再炸一次 就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要有嘲諷好像比較好 他跟炮塔不一樣的是 他要你的回合結束時才有效 他跟 我們那個時候有一個幹一件事情就是 那個 戰士不是有一個那個 垃圾嗎 黑藥 對 戰士的炮台需要嘲諷是因為他在受傷的當下就會發出傷害 對 可是這個東西要他受了傷 他活著 到我的回合結束時才會發出傷害 這個是一個比較不一樣的 差很多的地方 而且他本身還有執行次數的限制 他最多炸兩次 沒有加成的情況下最多炸兩次 所以我覺得還是應該要有一個 不要有嘲諷比較好 就是這個嘲諷可以拔掉 如果要做這個概念的話 下面一位 蛤 千判變身 假賀冷蛙 七眼教六三衝刺變行為 小字版假賀冷蛙 不用存活嗎 只要滅殺就好 小字版咧 七眼教 喔 幹你 呵呵呵呵 喔 被池手下攻擊的角色生命值 被池手下角色公 被池手下攻擊的角色生命值不會低於一點 蛤 這不是亞軍的故事嗎 這不是一個 喔 原來是亞軍的故事啊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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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他一回合可以 我算一下 沖一次打兩次吧 如果滅殺發動時死亡一樣會變身 所以還可以沖刺撞一隻怪 然後變身之後進99再撞一隻怪 雖然後面這隻怪不會死 只會 喔 這隻怪不會死 被死了 啊攻擊三次為什麼是三次 我不知道 兩次吧 嗯 6打一次 9打一次 生命值不會低於一點 喔 幹這個後面這個設計總是有點難 這個這個我不知道 我這個我不知道怎麼平 這個這個這個不知道怎麼樣調整 就是 最最後這裡99撞一下 你可以用別的怪補啊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差異啊 你可以用別的怪去補那一下 所以 所以還是會有一點點差異 就你其實還是可以做到輸出 大概 六七點傷害然後再再把它解掉 跟997滅殺召喚野獸比喔 你說烏達斯塔喔 可是烏達斯塔 不用綁這個費用啊 這綁會才7 烏達斯塔只能解一隻 這可以解兩隻欸 對啊這概念上解兩隻 打英雄不會死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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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恩~~ 我覺得挺強的 就以這個概念上挺強的 可是這個 要綁這個電影劇情的方向 辨死 我在想的是 滅殺後不用存活這件事情會不會太強 就是這個 就是你可以跟人家硬碰硬撞死 你只要打出滅殺都算贏欸 所以 這個不知道 這個可能會太強 滅殺後不用 就是 第一下滅殺後不用死 不用死 不用死 不是不用死 是不論有沒有死都會變身 恩 不用活著 哼 死了還是可以變身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太強了 就這樣 然後已經跟寶可風電影 恩 好吧 欸 欸 要存活 他不是寫不用了嗎 你不要管現在要不要 但這裡是不用 就這樣 然後回到上一個問題就是 有些其實 其實滅殺要看他寫要或不要而已 就這樣 好看下一個 不是這個 呵呵 嗯 氣 明真探皮亞修裡面出現 寶可夢 形象 裡頭出現寶可夢 形象 創造卡片 恩 恩 寶可夢 但死亡之聲 召喚一個擁有三種演化效果的 隨機寶可夢 最先蒐集完一百二十種 爐石寶可夢 並以得價值六萬的 六萬金寵物的安獨因 日前召好其他職業大法 總共一百二十種 每種都有自己的三種 獨特且不重複的 演化效果 Token不重要 潛基底結為一一 三個演化為 聖盾嘲諷與生命值加三的手下 會變成一四 這下面兩張圖職是一圖跳過不錯 也請不要恐慌 蛤 呵呵 呵呵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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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乾 那我便 蛤 蛤 欸? 電影裡面有出現寶可夢蛋嗎? 我沒有看 我不知道 我們知道Pokemon GO有啦 電影裡面有出現嗎? 呵呵呵呵呵呵 我不覺得你把他砍掉 YEAH! 就不用平囉 呵呵呵呵 太棒啦! 你這樣 你們這個 你這個走在邊緣啊 呵呵呵 你這個有轉很危險啊 呵呵呵 我給你一個茄子保留一下 看在你這麼認真做這麼多廢卡的權力下 有沒有什麼很奇怪的啊? 卡比獸為什麼是三點教一式的聖盾嘲諷這麼廢? 卡比獸怎麼這麼瘦啊? 呵呵呵呵呵 三五二聖盾就是加攻聖盾跟加一加一啊 好啦 下一位 喔? 零點教零二傳說的鯉魚王 滅殺 將子手下變形為暴力龍 幹 這不是呢 剛剛講到一半就沒人投 四點教掌 攻擊後 58 劫力會凍結自己 呵呵呵呵呵呵 哇靠 太難了吧 沒有欸 這個其實 這個其實 如果你是一個動物園 你一回下很恐怖欸 你二回拿個四關加了 然後把對面袋鼠撞掉 你對面就爆炸了 呵呵呵呵 這可能會有一些 史詩級的操作空間 就這樣 對 這個可能有一些 史詩級的操作空間 哇 打出滅殺變形暴力龍 哇 幹 呵 呵 呵呵呵呵 我覺得 應該要把它變成一費 然後魔坦就可以重斥了 呵呵呵呵 這也不行 幹 聽起來都不行 聽起來每個都很恐怖 幹 我覺得還是挺恐怖的 呵呵 嗯 一攻還是不能滅殺啦 沒有零給你撞啊 所以他要 基本要 基本要二以上 二才有辦法打出滅殺 幹 這個好像還是要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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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做成零攻 做成零費 零費 零費打出滅殺 感覺會出大事 就起手可以直接丟這件事情 然後對面直接啥都不能按 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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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 所有一寫的東西都要想能不能丟欸 丟了說不定人就走了這樣 然後 呵呵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是 他也不能做成一費 因為這環境有魔坦 做成一費之後他就會變強一點 呵呵呵 喔嗚 呵呵 呵呵 幹 這張牌做成一費是不是會變強啊 那張牌怪怪的啊 呵呵 這遊戲被你 嗯 咦 嘿 這有點尷尬 嗯 鯉魚王做出來欸 怪怪欸 夢魘殘癮耿鬼 三點叫一一 敵方所有所修 呵呵呵呵 幹 你是叫某些牌直接慘掉喔 你這個打下來 那個 動物園直接可以慘掉欸 動物園沒有打二幫中就可以回家了欸 至少可以先晃五分鐘 不太鹹吧 呵呵 噢 但是自己是素式 呵呵呵 這個 這個會在某些套牌裡面直接毀滅遊戲 就這張牌打的遊戲就結束了就這樣 加嘲諷超廢好嗎 這樣最好就是走一個地方蹲著 嗯 噢 加嘲諷 反正這張牌打下來就會對面直接廢掉 這樣半 半副牌廢掉 只要一 綁定 我一直在想要不要綁定法術才能解 爐石有沒有出過綁定法術才能解的怪啊 爐石大部分出的都是綁定 綁定法術不能解的怪 或很麻煩 血居怪 呃不 那個 食人魔 食人 呃 血居怪 食人妖 滑行者 或者是鬼靈那些都是法術不能解 有綁定法術才能解的嗎 大基隆是法術不能解的 是法術只能只有法術能解的 就潛行怪啊通常是潛行怪 因爲我覺得 藏上有馬爾加尼斯的假拉科 那麽故事太長了 那馬爾加尼斯呢 因爲我在想這種設計會不會出問題 是你綁定只有法術可以解 或戰吼可以解 會不會造成 那麽 客戶主人是不能用法 沒有啦 呃不對 限制用法術解的應該是腐化霍格吧 腐化霍格好像是唯一綁定 唯一綁定 法術解的 也沒有也沒有也不用綁定 只是用怪解比較虧而已 我不知道這樣會不會出事 會不斷復活送葬者 那也是他要完成這個故事才有辦法 你就跟小馬一樣 下面一位 蛤 呵呵呵 哇 哇操 哇 哇交考卷 對囉 幹 幹 以後要進一部 仙子一部 戰吼摧毀一個龍類 池手下無法被龍類造成傷害 夜一部 在你的回合開始集結束時 將這個手下 開始也會回滿 幹太強了吧 幹這太強了吧 在你回合開始集結束時 將這個手下生命值揮幕全滿 兵一部 凍結任何被池手下 欸不對啊 你為什麼手裡是四費 進化變五費 進化 喔 呵呵 唉 兵一部 凍結任何被池手下傷害的角色 幹你這個笑口很怕水元素啊 呵呵 火一部 五點叫七三 戰吼造成四點傷害 太陽一部 五點叫六四 控制一個攻擊力三點以下的手下 幹這太強了吧 哇靠 五點叫四六 充斥瘋怒 嗯還好 水一部恢復所有有防角色三點生命值 幹這媽超爛 月亮一部五點叫三七 無法會法術一純的力 juven 我指定 你媽爛到爆 你這個不太公平啊 我覺得 你這個強度怪怪的 你這個平均強度沒有平均啊 這偏廢啊 然後 這偏強啊 然後這個也不錯啦 打四也是一個很簡單的強度的東西 然後這個跟這個都 這個都蠻強的 然後這很廢 這個也算廢 因為這是水源術 對吧 這是縱結任何位置所要傷害的角色 角色雖然是水源術啊 然後 夢境卡系列是強度有落差 還好吧 夢境卡只要不要一直出歡笑之女 我覺得都還可以接受 但歡笑之女有時候也是可以操作空間 但 但他這個強度差異差到 沒辦法比的那個登機耶 有辦法比嗎 幹 不是喔 你進到這跟進到這個 這個就吃死啦 這個就吃他啦 喔 有道理耶 喔 太陽一部大於月亮一部嗎 是這樣嗎 喔 呼 忽然又有道理了 不知道為什麼 不知道到底在 不知道到底在哪裡 太陽被月亮課 阿幹 那就沒屁用啦 那反了啦 喔原來是做反了 喔 我覺得你把太陽做這個 協定做這個 我就給你滿分 阿你這個做錯就沒辦法囉 下面一位 黑色可以點開 進化才是人類 欸 進化才是人類的出路 電影中最後反派用精神控制與衝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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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劇透了 我什麼都沒有看到 好 超夢摧毀其他有方手下 你的英雄獲得生命值 總和的護甲 基本啊 基本回合獲得攻擊力 總和一半的攻擊力 嗯 大家不要在意 我們標題有說 請你小心暴雷 所以在這個投稿的內容 其實是可以暴雷的 呵呵 我先跟大家講 黑色可以點開進化才是人類的出路 電影中最後反派用精神控制與超夢同步 戰具的超夢生理 通常超夢能力將所有寶可夢與人類結合 摧毀其他有方手下 你的英雄獲得生命值總和的護甲 基本回合獲得攻擊力總和一半的攻擊力 嗯 幹你這等於是場上怪可以再打一次 不是嗎 再打半次 感覺會有OT可以操作空間 你知道這個最好 你知道 你知道這個最好是哪個職業拿嗎 阿 薩滿 呵呵呵 薩滿只要先 怎麼會是德魯伊 你要鋼克在喔 喔 你要鋼克複製鋼克我覺得還好吧 是我就薩滿手上直接拿著末日錘就好啦 呵呵 搶神然後碰碰兩下 直接收工 等於場攻乘二耶 還不算你可以貼什麼沒有先不算其他操作空間 直接場攻乘二耶 用碰碰當回直接打死這樣 不過武器會被拆啦這樣想想 嗯好吧 但我覺得這個還是 呵呵呵 要棒棒 直接打而且你還會回甲欸 太爽啦 失憶的皮卡丘 四眼叫四字的回合結束時 沉默自己 此效果不會被沉默 他什麼都不記得除了血量費用跟攻擊力 呵呵呵呵 沉默悖論耶我靠 呵呵呵 呃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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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懂了就這樣 嗯 沒有恢復原體質效果 可能會被戰吼套一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或者是什麼腐蝕素之類的 沒有重生會造成怪有死亡 就是會不一樣 所以 懂 大大大概懂這樣 移除附魔 移除附魔大概也可以 他有一些超操控空間啊 對啊 他對 其實蠻強的 他對沉默免疫 對但沉默免疫幹嘛 這一次做的最好的一張牌 不在投稿範圍 蛤怎麼辦 我們要怎麼辦 這一次做的最好的一張牌 欸 呵呵呵 不在有啦這張這張在啦 這應該是這張啦 應該是這張癮了啦 這張感覺是最好的啊 如果你有玩過遊戲的話 體感是最好的 然後切種 發現種族那個也可以 然後這個跟 這個不行 這個跟 跟那個勒 欸過了嗎 名偵探過了嗎 這個跟 幹另外一隻名偵探在哪 這個 好一點 然後 切牌這件事情要討論一下 就是這個 因為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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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跟這個的強度 到底怎麼樣 要要試想一下 但如果丹尼 當你看到這張牌的 的喜好程度的話 凱希應該是最高的 但其實這有點 那這不是 可是這有一個小尷尬 就是 就是 就是我 我對賈賀冷花 沒有任何的情感投射 所以對我為人 賈賀冷花 就一般的 這個概念也不錯 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也挺好的 因為他是 讓你的天然記 可以連擊這件事情 然後 這個怕放上去 有點危險 這樣了解了嗎 你說凱希能力 凱希能力是這樣 對 雖然我覺得他可能也是一個 其手沒什麼概念的套牌 就是 然後底下還有對不對 底下 底下到哪 八點到哪裡啊 這十一點 到這裡 這裡還有 喔這裡還有一份 沒帶除蟲噴 完了他做了五分鐘 然後又被跳過了 怎麼辦 我們還是看一眼啊 看一眼 把他規則文念完 再跟他講你錯了這樣 沒帶除蟲噴霧的訓練家 當一個敵人進攻時 有七十八機率 召喚一個一一常見神器寶貝 成為目標 並使進攻的敵人 能再次攻擊 冰洞獻禮 攻城獻禮會最後出發 大頭呆出發後 能滅殺再次攻擊 兩次類似兩隻鋼克 蛤?! 除蟲噴霧是不遇敵嗎 不是吧 他應該做那個吧 蒼盤森林裡面有的吧 什麼綠毛蟲啦 就一開始城鎮出去會遇到什麼 我想看 波波 小拉達 超音符是洞窟才有 然後綠毛蟲 鐵家用 那個 甲殼樹 獨角蟲什么 對對對 酷 這樣好像比較好啊 沒有他用粗蟲 喔好粗蟲 而且鯉魚王算常見寶可夢嗎 鯉魚王不用掉的會遇到嗎 會不會會 不知道我只玩過一開始 就不是不用掉的勒 在水上會遇到 喔會喔 我不知道 不是不用掉的會的話 不用掉的會的話 那就那就是我想的不一樣 好下一個 小瓷怪回音若你有至少三個小瓷怪 摧毀他們並組成三合一瓷怪 呵呵呵 幹你這不是綁定九倍打嗎 啊 啊 我覺得你這個這個有抄襲空間啊我覺得 如果不會讓人 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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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ak 不是機械場跟 caается No 哇操 因為機械可以降費 降費說不定可以幹大師這樣 也許你場上有 兩隻 如果你場上有兩隻 機械召喚師可以怎麼樣啊 可以打七隻 哦那可以合兩隻出來 嗯 不錯 地鼠回音 當你有三隻地鼠時融合成三地鼠 幹 我覺得 你這張牌有一個可惜的地方 如果你做成地鼠分數會更高一點 因為 現在九九九衝刺那一隻是礦工 而且你還可以規避到 機械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個設定上 好像會更好一點 比起我們現在還要討論 這玩意兒為什麼不是機械這個問題 對嗎這玩意兒太機械啦 但我覺得地鼠是挺不錯的 阿幹 對齁 然後三地鼠可以正尬逛工 媽超強這樣 不行欸 好像等一下地鼠好像還是會出問題欸 如果有一隻犀牛怎麼辦啊 所以他可以先叫第一隻地鼠 假設有犀牛在場 地鼠可以 地鼠應該是野獸吧 所以地鼠可以先撞三點 第二隻地鼠再撞三點 你再打一次地鼠 地鼠就會合起來再撞九點 嗚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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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做膽丹算啦 膽丹一費回音一 叫七隻可以毀滅師 叫七隻可以幹大師之類的 喔 那個爆彈瓦斯 啊什麼那個對 那個三顆可以變那個 什麼瓦斯然後變三顆這樣 蛋蛋是六顆還 蛋蛋不是七顆嗎 我比是雙彈瓦斯 開始各種操 哇操 雙彈瓦斯只有兩顆不行 我們不是要做三顆的嗎 我們不是要做三顆的嗎 其實主題永遠自走期了 嘟嘟跟嘟嘟力是三個頭吧 但他不是 他不是他 你把三隻黏起來腳會多一對嗎 應該會啦 腳趕掉就好 幹這麼硬喔 百願怪疊在一起還是一隻百願怪 幹百願怪有三個眼睛吧 謝謝我們的呱拉肚 訂閱訂閱 大概訂閱送了很多人 金眼貝吉隆 哇已經沒有一個正常 膽單是五顆 你怎麼會覺得沒有人做發大財 馬發大財做的才多 蛋蛋怎麼 我怎麼記得是七顆啊 兩顆 我自己查啊 媽的 有問題自己驗證 我上網直接查蛋蛋有幾顆是不會怪怪的 對啊 欸不是六顆欸 他有一顆是破的 所以應該算五顆嗎 蛤 蛤 蛤 百願怪變成廠商最強生物 幹他媽太強了吧 幹陳迂迅都算一個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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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皮蛋跟那个什么东西是反过来的吧 他的红色跟白色的部分是反过来的 是吗 是不是 对啊 那你就叫一只雷电球啊 然后你拿电竞速师丢它 哇靠 这妈啥小啊 已经开始变别的游戏了 干好酷哦 看一下超时的投稿 哇 一个普通的精灵球 干你已经不是主题还是要做网络 当敌人攻击时召唤个灵气玩明弹成为目标 在你回回开始摧毁全部所谓 这不是末日预言者 你不要骗我 这不就是末日预言者吗 他妈的 好啦 本次投稿我比较喜欢的是凯西 但凯西跟电影关系好像有点非 那电影里面比较好的 可能是冷蛙 可达亚跟名侦探吧 就是如果用151奖跟其他奖的话 剩下的几个 这个我不确定 就鲤鱼王的 带入程度有一点难有点难决定 就是这个那个好不好 然后这个有点 尴尬 尴尬 这样来讲好吗 尴尬 巨尴尬 真的是灭杀可以 鲤鱼王灭杀可以生的那个还比较好 比较好一点 自己受伤那个有点太太不有趣了 然后这也还可以 但这一个电影版的胖金真他妈丑 好开工了 西派摩尔两个防攻跟那个 赌一只加3滴血那两个都都都都都都骗 都都都蛮强的 都太强了 没有啊赌一个加3加3滴血那一个都蛮都 这个这个太强了 这个太容易夾倒了吧 好啦 下一期的题目是什么 让我先想想 我们先看本周大乱斗是什么 看了本周大乱斗说不定有想法啊 我们上一次的题目也是想了很久欸 才终于想出一个终于有一点梗的东西 人生真辛苦了 出一个来 蛤? Marvel 漫威欸 哇靠 Marvel Universe 22部 电影里面随便你做 但我没有看 先讲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漫威22部 漫威22部到底有什么 好 跟大家报告一下 漫威22部我没有看的电影 无敌浩克 钢铁人2 雷神索尔 美国队长 钢铁人3 雷神索尔2 美国队长2 星际义工队 復仇 诶 这我看了 美国队长 3 3 3 搭车 星际 一共队2 蜘蛛人返校日 雷神索尔3 珠神黄昏 黑豹復仇 这我看 呃 诶 诶 诶 那我蚁人1没看 CAPTAIN MARVEL跟END GAME 都没有看 情义友情 只能做勇看的 呵呵呵呵 蜘蛛人有看几部 先讲一下好了 不知道我们 呵呵呵呵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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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只想看了 我看一下 鋼鐵人 鋼鐵人 奧創紀元 無限之戰 蚁人與黃蜂女 鋼鐵人 沒了 呵呵呵呵 呵呵呵呵 我怕他吹 要爆雷爆他死了 呵呵呵 我有看S戰警 第一站跟那個啦 呵呵呵呵 呵呵呵 呵呵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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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那個啊 蜘蛛人重啟以後的我都沒有看啊 蜘蛛人 對啊 新的那個暴雷王蜘蛛人我都沒有看啊 我記得的還是 還是倒立接混的那一部啊 還有那個啦 我看最多的都不是那個啦 都不是復仇者 都不是復仇者限的啊 是Sman的啦 Sman看的最多啦 Sman是 我想看 看我們下次題目做一個台上的政治人物欸 哇靠完蛋啦 下一周估計就要再見了 Sman第一 啊不是 Sman舊三部也超難看 千萬不要看 對啊 新Sman就是 新的Sman就是第一站 第一站第二集叫什麼 第一站再來就未來席日嗎 喔 未來席日然後Apah的Case啊 喔 想起來了 我只有看這三部啊 而且 第一站又要重啟了欸 卧槽 因為第一站的下一部說 我們又要拍鳳凰了 然後每次 每次只要S戰警 只要拍到鳳凰 鳳凰拍完就是重開欸 永遠 你這樣了解嗎 你知道我看完Apah的Case的新的就是 喔 呵呵呵 我在看地球超人是不是 對不對 S3 那個Apah的Case登場的時候超級強 然後可以從那個金字塔裡面出來 然後吸收人家的那個精氣 然後換成能量 換成可以運作的東西 對不對 然後最後 地 水 火 風 去吧 火 風 火 我們就結束了 我在飛機上看 Depo 1 2都看了 我才不在給你看這個 先打大亂鬥 然後先想題目 先把這關了 先把這關了